刘欢1963年出生 现任外经济贸易大学音乐教授 刘欢是实力派的歌手 如今也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了 但是刘欢的歌和声望 一直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 近日 54岁的刘欢带着26岁的女儿现身某活动 刘欢身穿一身黑色衣服 而女儿也穿了一身黑色的裙子 与刘欢的衣服相配 1988年 湖南电视台准备筹办元旦晚会 鲁露是晚会主持人又是副导演 于是便派她负责上北京请刘欢 去刘欢回忆 她第一眼见到鲁露就喜欢上了她 然待晚会后 刘欢就突然向鲁露求婚 当时鲁露认识她仅仅九天 鲁露认为男人一定要聪明 一定要才华横溢 长相无所谓 1988年6月8日两人结婚 刘欢还曾为妻子 创作歌曲《鲁露》 鲁露于1992年9月2日晚 在北京自然分娩 顺利诞下一名女婴 女儿的名字叫刘一丝 为刘欢所取 不过近日出席的女儿与刘欢 一点也不像 也印证了妻子的一句话 男人一定要有才华 要聪明 长相无所谓 这也是间接否定了刘欢的颜值啊 网友调侃 还好女儿长相不随低啊 女儿长相端正 笑容甜蜜 身材也不错 不过祝你们家一家幸福 不知人吧 真 estive 真的吗 真的 我确实是觉得我 做得不对 对不起 我错了 你说真的啊 不说真的 拉勾 好 拉勾 拉勾 上钓 一百年 布推 哎 哇 哇